请问这里是德同吗 是啊 你们 是不是有个叫萧锦的人住在这儿 萧锦 两位找他干嘛 你 你是所谓的江湖中人 一言不合 就动刀动枪的那种 我们不是什么江湖人呀 只不过受人托付 找他有些事罢了 不会动物的 那就好 村边有间铁铺 旁边挨着的就是萧锦家了 多谢告知 等一下见了面要怎么说呀 就开门见山提起他师傅吧 先看看反应 我们也没有那么多时间兜圈子 那他万一不理我们呢 好吧 打婚了带走 这样不好吧 都还没弄清楚是怎么回事 说笑吧 等一下随机应变就是 这段时间只要去村外林子里 我都仔细找了 真没见着 谢谢萧叔叔 谢谢萧叔叔 先回去吧 这都下雨了 我跟你们找把伞 不用了 雨不大 我和妹妹一货就跑到家了 走吧 妹妹 你就是小姐 你们 我们之前遇见了你的师父 这太玄乎了 师父真的在梦里 你不能把我这样的也带到梦里 有人昏睡不醒的事 在阳屏已经传开了 你要是不信 我们带你过去打听打听 我没有不信 就是一时转不过弯来 师父对我恐怕有些误会 我真不知道那什么剑谱的下落 而且我现在也已经不住剑了 那当初是怎么回事 我的师父印铁山 一共收过三个弟子 除我之外 其他两个都意外过世了 这个行当的传承 多半是父传子 兄传弟 师父早年丧妻 也没有孩子 我们几个都是他的远亲 两位师兄弟死后 我多少有些幸亏易冷 更觉得住剑也没什么出路了 如今这年头 哪还有几个人用剑 但这种心思在师父看来 一定是大逆不道 打死我都算轻的 我怎么敢提 后来一声不响地跑了 的确是大错 在这个小村安顿下来 我就帮村里人 做一些平时用得上的玩意儿 也免得他们还得 大老远跑去县城 说实话 日子过得比以前踏实 那这个事情 你怎么打算 我跟你们走 总要让师父醒过来 而且 也得把误会说清楚 入梦之前要做些布置 这里有什么偏僻点的 不容易被人打扰的地方 我住的这边 已经算偏僻了 村子里本来人也不多 你们要是觉得不方便被瞧见 可以等到天黑一点 行 准备好了再来找你 晚点再用距离阵带萧锦入梦 等到傍晚或是夜里 没想到还挺顺利的 这个萧锦倒是个通情达理的人 通情达理吗 我倒是觉得 这渭水剑炉整个都透着一股的奇怪劲 嗯 那个住剑师的梦是很古怪 竟然有许多烧焦了一样的人形 这是怎么了呀 我家那期期不见了 是家里的大灰狗 一直跟我还有妹妹一起玩的 已经过了快一个月 会不会跑去村子外面了 可是黑琪琪平时很乖的 不会乱跑 就算出去玩一会儿 只要哥哥一吹竹哨 他就回来了 村子外面野兽多吗 有的 但黑琪琪是一只大狗 它很厉害 爹爹说 它以前遇过一次老虎都不怕呢 我和妹妹也偷偷去村外找过 还让销售叔帮着找 可我们也不敢跑太远 大人都说 山里有老祖宗留下的东西 随便乱跑的话 万一冲撞了 会惹老祖宗不高兴 娘说过几天就要搬家了 不能再等下去 那我的黑琪琪怎么办 别哭了 要不 等一会儿 我们再偷偷去村子外面找找看 你们两个还是别去了 太危险 正好我们打算在村子附近转转 可以帮忙留个心 稍微走远一点也无所谓 谢谢 那这个要给你吗 是平时好黑琪琪用的竹烧 我自己做的 不用了 它要是在附近 我能感觉得到 真的吗 真的吗 那我和妹妹等你们回来 林子里应该有些什么 罗盘的反应好大 罗盘是怎么测定其他东西的 因为里面装了磁石 所以会对地下的金铁之物有反应 但堪鱼术实在太庞杂了 不可能一言蔽直 很多时候也会发现各种奇奇怪怪 难以解释的东西 叶 fast 叶的奖uper 寻致 侍老 放心 他们没有敌意 1-2-3-2-3-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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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在苗绘祭祀 祭天 看不太清楚 不过 这像是玉制的 如果用来当作祭坛 倒也说得通 这是昆仑玉 可我见过昆仑玉 不是这样的 据说古早时的昆仑玉 和现在的相去甚远 那时候的玉 产自传说中的昆仑须 极其坚硬 而又可以大量的蓄积伶力 所以 静云才用昆仑玉作为指挥 粤爵书里提到过 皇帝之石以玉为兵 可后时发现的玉制兵器却寥寥无几 许多人都猜测 这类兵器只能在祭祀中使用 不会真的用来战斗 现在看来 好像也未必不能用在实战里 昆仑玉太过珍贵 传世稀少 且对于使用者而言 难以驾驭 这里到底用了多少昆仑玉啊 假如造他的人是古人 在当时的地位得有多高 会不会真的跟皇帝有关呢 嗯 先画下来 等一下 要去山洞里看看吗 不知道里面还有些什么 去倒是无所谓 可别又挖出来一座古墓 不会吧 哪能每趟都那样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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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踢到了什么 骨头 是焚烧过的 山洞里还有别人 至少眼下没有 感觉不到 也听不见出我们以外的声息 你跟着我 有脚印 鞋底沾了不少灰 看脚的大小是个男人 算得上健壮 这这么高 一般人很难上来吧 得同的人 对山里也十分敬畏 那到底 谁会来这个山洞呢 有人在这里 歇集过的样子 看着还算新 铺上去的时间 大概不长 这个油灯 看起来有点旧 不过秀级倒是不多 原来有一处坏掉了 这块地明显是翻过 又埋上了 嗯 翻动的痕迹还很新 挖开来看看 我们扇子动不太好吧 刚才那些伞在地上的 也就罢了 这下面不知道埋了什么呢 好不好 我都要看看 一股子让人不舒服的味 是瘦骨 被焚烧骨 这些应该是剩下的残骸 狗的骨头 而且是一只很大的狗 你怎么这样清除 我以前在山林里待过 野兽见得多了 有时也会有野狗 哦 你们说 这只大狗 会不会是那两兄妹 正在找的那只 有这可能 你看这个 竹圣 我在一旁捡到的 我猜也许有人仿做了这个 把狗引到村外 然后再抓住它 太可恨了 为什么要做这种事 把这么多骨头埋在这儿 到底想干嘛 难道是仿效古代的祭祀 这后面还有东西 不过被封住了 我瞧瞧 是一扇石门 赵李说能从这边打开的 附近八城会有机关 我们仔细找找看 只是块石头 看着像是从衣服上掉下来的一块布 都分不清颜色了 这上面有个图案 和洞口看到过的很像 我知道了 你们瞧 这个图案 其实也是刻在一块玉板上 只不过周围被泥土掩盖了起来 有可能是个古老的机关 光从上面照进来 随着时间过去渐渐偏移 总有一刻会落在这个图案上 到那个时候 机关说不定就能被触发了 那我们得找个时间 在这里手上一整天 我也是猜的 说错了你们可别见怪 以前在书上倒是见过这种 也不知是真是假 月光里的确蕴含奇异的灵力 地流江的传说更是由来已久 世上若有这类技巧 倒也可以想象 真想知道门后面是些什么 刚才走得近了 觉得里面有股灼热之气 大概正因为这样 洞内不太潮湿 反而十分干燥 先回去吧 今天肯定没时间揭秘底了 贝洛 狗的事 你打算告诉你两个孩子吗 为什么不说 你怕他们伤心 总免不了哭几场 甚至一辈子都不能释怀 但如果换了我 我希望别人可以明明白白地和我说 就算他们还小 也是一样的 是我想差了 的确 换作我也不愿意就这么没了消息 不管好的还是坏的 我都想知道 你们回来了 找到灰机机了吗 没找到啊 也对 都快一个月了 他要能回来 早该回来了 不算没找到 接下来 你们要仔细听我说 和我的主上好像 除了尊丽人 没有谁会知道这样可以引走黑漆漆 我 我要去找到底是哪个 我没有看到黑漆漆 这些都是猜的 不 我知道黑漆漆一定是被人害死了 不然的话 他无论如何都会回来找我和妹妹 从他还是一只小狗的时候 就从来没有和我们分开超过三天 我不要 不要这样 陈家娃子这是咋了 被人欺负了 没有 冯婶婶 他们是来帮忙的 冯婶婶 我们家黑漆漆没有了 啊 来来来 跟婶儿先回去 回去慢慢说 你听到过别人提起那个山洞吗 大人一直说 要是在山里看到那种地方 不能随便乱闯的 得马上离开 谢谢你们 我和妹妹没有什么好东西 这是我家种的果子 送给你们 我去布针 我和岑英去找小姐 这就是师父梦里的渭水剑炉 真是壮观 师弟 你终于来了 跟我们去见师父吧 表兄 师父 唐 弟 你们 你们不是已经死了吗 说什么蠢话 一日为师 终生为父 就是死了 我们也还是师父的弟子 你这个叛徒 想好要怎么给师父赔罪了吗 走吧 梦里不会真的有鬼魂吧 至少他们两个不是 这老头儿戏还真多啊 itte 优优独播 纪灵族的碎精 怎么会在这儿 这里不是不久前才形成的梦狱吗 也就是说这段时间里 有纪灵族死在了这儿 是魔物干的 但这上面并没有魔器残留 所以 是狱种 不得而知 梦里的东西也能带走啊 小心你的师父吧 这地方 已经变得十分凶险了 快点 不能让师父久等 他老人家 现在怎么样了 自从丢了剑铺 师父就病倒了 拖着一身病四处打听你的下落 堂兄 我们几个从小在师父身边长大 他最疼爱的就是你 你得了他的手艺 去做出这样大逆不道的事 死后 就不怕下十八层地狱吗 看起来 这老头心里的怨气很深啊 都是我的错 小锦 我的徒弟 你总算回到了贵水建屋 可让你的师父好等啊 我要你到住建台来 跪在我的面前 忍罪 师父 你误会了 我真的没有什么剑谱 你还不下去 你还不下去 到了这里就别动什么逃跑的心思了 师父 师父 下面有不少器官 那个老爷子既然想见小锦 什么用 这是他的梦里 他也未必想让小锦怎样 至少在两人真正面对面之前 但折腾一番 总是免不了的 下去吧 我还求和拳法 几乎 temps ably 你 这位少侠 你的剑术真是厉害 你也懂剑术 身为驻剑师 多少会懂你点 试剑的时候也方便些 不过要是能请到 你这样的高手帮忙 就更好了 是吗 可惜你现在 也已经不驻驾了 我来 师父还是那么执着 他总认为 渭水剑炉 该是天下第一的 驻剑流派 或许梦里的这个样子 才是他心目中 真正的剑炉 那现实中的渭水剑炉 又是什么样呢 其实哪儿还有什么剑炉 这世道 连剑客都快没了 我们这一派 虽说也曾经风光过 可如今 不过就剩了几间破雾 几个小炉子罢了 赤川都得省着 谁要拿去 维持住炉火不息 还要用来采买金石 那真是不容易 但师父也从来 没有亏待过你 我们几个当中 他最器重的就是你 你却让他老人家 这么难过 是啊 师父总说 萧锦是我最好的徒弟 萧锦以后 要继承我的一波 是什么 你可见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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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师父 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 我让你跪下 师父 不管你信不信 我手上真的没有什么剑谱 这几年来 我也没有铸成过一把剑 可以说是一事无成 你以为我会相信 当初我让你把削赞弄进炉子里 你却故意磨磨蹭蹭 最后还要我自己动手 你就是趁那个时候偷了我的剑谱跑了 对不对 师父 我 我只是怕死 我要是不跑 万一哪天也被丢进炉子里 我真想杀你的话 早就杀了 我还想着往后 让你继承我的衣博 结果 确实这样 今天你要么把剑谱的事讲清楚 要么就干脆把命留下 我 我 不知好歹 救命 救命啊 可是 先等等 一时半会不会有事 想清楚了吗 我 师父 我错了 你跟我去得通 我把剑谱拿给你 骗我 你只是想把我从这儿引走 你说架话的时候 右手拇指会微微抠起来 即使过了这些年 也还是一样 不 不对 这样的应该是肖子 是 肖锦他 他 他不会 你 你到底是谁 师父年纪大了 但眼力还是好的 是啊 你最宝贝的肖锦 早就不在了 他 被你亲手推进了铸剑炉 不可能 这 这不可能 要是这样 他为什么不说 对了 他当时 被药迷昏了 他 他当然不会说 你丧心病狂 以血清之人 头颅铸铸剑 师娘是你的表妹 想必那个时候 也不是真的病死 之后就轮到了孙师兄 再之后 轮到了我 你让肖锦带我过去 肖锦说 师命难违 但他是兄长 他替我去死 所以 你根本不是小锦 而是他的堂弟 我和堂兄 从小就长得很像 是啊 你们虽然不是亲兄弟 但从小就生得像 要是有意隐瞒 确实很难看出来 那天 那天又是夜里 那天又是夜里 小琴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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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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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我最喜欢的徒儿 没有偷我的东西 真啊 今天你就把命留在这里吧 也算记一记你那可怜的堂兄 至于剑谱 我自己会去得通慢慢找 不幸找不着 咱说 如今也有贵人帮我 你用活人铸剑 活人 活人又怎样 古时候有剑陵的冥剑 哪一把不是用成千上万条性命 堆出来的 不只是人 还有灵兽 妖兽 甚至 连仙人都有 我这样 又算得了什么 你疯了 今天 就让你们几个 统统变成渭水剑炉的一部分 师父 这 有 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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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人 请您帮我 无常 他也来了梦顶 这 怎么回事 果然 这真的是一个阵 阵程之后 御主变强了很多 他的精神已消耗得太快了 如果过去停下来 这一人很快就会衰竭而行 已经没有清醒的神针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没有用的 就算你回去了一个 两个或是更多 只要找不到阵眼 这个阵依然不会被破掉 孟玉的事 是你搞的鬼 我虽然不屑于计较一时一地的胜负 但你们几个总在面前话 也很爱严 既然这样 那么就有来无回吗 阿世 不可能 师兄 追上去 大阵虽然不坏 但他的意识已经 那只精似乎一下子就射中了阵眼 难道是那些修行门派里的吗 不香 师父 只能先解决眼前这个麻烦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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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怎么了 刚才那个大阵吸取了这个人太多的精神力 他或许不能再从梦里醒来了 就算新转 也不知道能不能活下去 你的意思是 师父会死 狱主要是就这么死了 梦里会不会有更糟糕的变化 我也不清楚 至少在梦狱里从未遇到过这样的情形 勉强能维持一阵 他大概会醒过来 是否是醒了吗 回去了杨平 那他还有多少时日 我们又不是阎王爷 哪里能知道 这种人还救他做什么 生死有命吧 该回去了 孤兆和刚才那个射箭的 都已经离开了这个梦狱 他们到底是什么人 看起来很不一般 一开始 穿黑衣服的那位 是不是就是师父说的贵人 多谢几位 我也不是故意隐瞒身份 原本是想着 这种事也没什么好多说的 师们不信 那接下来你怎么打算 大概会去一趟杨平吧 师父他虽然 但总不能就把他 一个人丢在那里 我得去看看 岑英 今晚有月亮 可以去那个山洞看看吧 现在 现在就去 说不定 能找到些意想不到的东西 应该可以 再过半个时辰 月亮的光 就会照在这块玉板上 在这儿等着吧 好了 真的打开了 是个助降炉 炉火还是燃着的 最好别碰 我听说有些铁匠 喜欢在脆火用的池子里 加进野兽的尿 虽然不是没有别的东西可以用 但有人会特别迷信这个 那加这些有什么用呢 让做出来的器具 变得更坚硬 据说在断打 或是加热时也会这么干 早些年很多工匠 都喜欢搜集野兽的毛发 指甲和脚之类的玩意儿 那石门外的那个坑里 多半是用在这上面的 但我觉得 这个人想要的还不止这些 死了那么多 贝勒 你又是怎么知道这些的 假使喜剑 也让弟子不要整天只知道练剑 有机会的话 多学学其他的 他很推崇营造法事 和天宫开悟这类书 这样很好啊 学会里的长辈也经常这么说 这儿的剑可真多 都是最终没有铸成的 铸剑的人 大概是在尝试些什么 是想打出一把特别好的剑吧 不大好 而且多半是一把特殊的剑 如果只是想得到一柄利刃 这里废掉的 未免太多了点 看上去全是古代的东西 很多都破损了 这个人铸剑归铸剑 这么多器皿也不好好保存一下 大概觉得没什么用吧 怎么没用 这可都是很宝贵的东西 那我之前猜的也没错 这里十有八九是古代遗迹 后来被人发现了 清理出来用于铸剑 可这儿这么高 很多事情都不太方便 像是运东西 取水 排水 选这里 难道只是因为隐蔽吗 可能也因为昆仑域 昆仑域所在之地 灵力便会比其他地方聚集得多 何况洞口有那么大一块 这个人也未必懂这些 但他在铸剑的时候 应当感觉得到 原来是这样 听起来很有道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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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锋芒毕露 银有神光 是一把好剑 看来先前的模样 只是障眼法罢了 这柄剑 不像是纪念锁裂 气息十分古老 古老 那它会不会 原本就是这个 一剑里的东西呢 它为什么要洗击本墨 大概是因为 察觉到了太岁 外面有声音 哪里 不算很近 在洞口那边 是萧赞 在洞口那里 下车 萧赞 在山洞里住见的真是他 住在附近又精通这个了 也只有他了 说是巧合都没人信 他很小心 想必洞口是有什么布置的 只是我们看不出来 但他看了 就知道这里被人发现了 一早就怀疑这家伙有鬼 不跑了 你们追着我干什么 那要问你都干了些什么 山洞里的住建炉 你该很熟吧 你说离开渭水建炉后 就不再住建了 那么多费剑 难不成是从别的地方搬过去的 虽然我不清楚 你们所说的剑谱上都有些什么 但你和你的师父 应该是在做同样的事 你关心印铁山的生死 只是因为像你们这样的人并不多 那种住建的方法 这些年来一直没能成功 所以你很想看看 自己的师父是否有了别的际遇 在德童 你经常打猎 猎杀到的野兽多半为了炉子 而野兽只不过是无奈之下的选择 对你们来说最好的 当然还是人 可随便杀个人就没那么容易瞒过去了 所以你用来买骨头的坑里 人骨非常少 那里面还有人骨 看着狠心 反正不是什么老祖宗的骨头 但这些都只是你猜的 一些骨头又能证明什么 谁杀死的他们 住建的法子 你说的这些 我都不清楚 你 但至少很可疑 我们要把你送去官府 凭什么 你们先让官府愿意花时间 认听这些奇闻异事吧 还是说 你们就认定这些事跟我有关 打算私底下 杀了我 杀人 不 既然这样 你们拦着我做什么 不能让他就这么跑了 虽然我根本没想过杀人 但这种事 这种事 我们还是得把他交给官府 让官府来决定嘛 这么晚了 他要往林子深处跑 我们不能再追下去 可是 听我的吧 先回村里去 你让人给我带的花是真的吗 那个人真的还活着 胡赵 你 你怎么了 你怎么了 是太乐了吗 一时没能冷静 现在 我也不知道是愤怒多一点 还是高兴多一点 如果你说的都是真的 那我们就能真正的报仇了 你告诉我 武长 你告诉我是不是真的 是 是 是在鼎湖 不 不在那里 我去过了 怎么会 有时 我想起从前的事 会不能相信 已经过了那么久 我 当初的西林 雷祖还在 淮汐也还在 我们多好呀 为什么要去管别人的事 西林为什么要做内心 明明有污之糖 就已经很好了 但是 既然我们决定了那要做 就一定要同等的回报 我绝不原谅 有人把我们随手抛下 就算变成恶鬼 我也要报仇 我要让这个没有西林的世上 永远不得安宁 没有哪一个西林人会原谅 你说 他为什么要救那只辟邪 他不是一直这样吗 救那么多不相干的人 是连自己的家人都救不了 不 这一回绝不是什么不相干的人 他现在的身魂也当十分虚弱 破我阵法的那一件 只是勉强而为 我之前在渭水箭炉里 杀了一个寄灵族 他并未出现 其他梦遇中也是一样 不管发生了什么变故 他依然不出现 可偏偏偏我要杀那只辟邪时 他出来了 也就是说 他有一定要这么做的理由 辟邪嘛 我会再试一试 顺便想办法把他引出来 怎么引 他现在不出来 无非是死的人还不够多 无章 你让我去看的那个老头子 只剩下一口气了 和死我也差不了多少 有一口气已经足够 我做了 我做了 你不是和死的人 但是后来 我们做了 你做了 你做了 我做了 你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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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带谁走 只不过是做一只血偶 竟然是血偶 那样杀妻灭徒的畜生 难道我还要留着他的神志 萧赞如何能够对付深山里的野兽 对付不了他也得拼一把 他很清楚 我们之中最容易被他的说辞 唬住的是岑英 哪怕只是一时间 一路下来 他对我们两个肯定会有所顾忌 害怕我们不管不顾 当场取他性命 既然往村子的路被打了 他就只能跑向山里 而且他没那么鲁莽 如果我们不继续追 他也不会再深入 如果我们紧追不放 他仍然有点保命的手段 保命的手段 他脖子上的那串骨链 应该来自于某只非常强大的野兽 不管是怎么得来的 其他野兽多少会忌惮那上面残留的气息 他倚仗的也正是这点忌惮 在真正的杀意起来之前 找到一丝空隙 要是能有个稍微安全点的地方躲藏一下 等到天亮就会好很多 天亮 但是 他能等到那个时候吗 是狼群 你去侧狼群去追他 我只不过把他的去向 稍微透露给了头朗 之后怎样 就看他自己了 我说过了 生死有命 你 你 你 我 你 我 你 我 我 我 你 你 你 怎么没进大餐的 我想能为谁建炉的事 还有其他在梦里遇到的事 一个晚上都没怎么睡着 不是害怕 只是觉得有些东西让人难受 忍不住生气 可有时又想不明白 亏我还以为自己不是那种娇气的人 结果真的只是因为还没遇上罢了 想想也是很没用 会这么想 说明你从小到大都过得不错 是好事 有些糟心事 就算一辈子不知道又怎样 真的敢巧见着了 想归想 想过以后你不还是你吗 我还是我 别人怎么活终究是别人的事 没得我们操心 你自己坚守本心就行了 我好像有点明白了 好了 别顾着郁闷 正好有个事给你做 什么 魔器搜集的足够了 你不如跑一趟燕灵 去把容天仪交给葛先生 好的 我现在就动事 肖赞的事 要不要跟得同的人说一下 万一 可他们都觉得他是很好的人 也不知该怎么开口 这就交给我和云乌月吧 对我来说 对我来说 我这个需要 很棒 感谢观看